搭载了RTX40系显卡的主流价位游戏本 终于登场了 这一波涵盖了4050、4060和4070这三位 之前我们已经测试过了笔记本上的4080和4090显卡了 说实话那两位大哥我猜都能猜到给大概了 毕竟我们台式机上早就已经测过了 但是这个5060、70这三位我就很感兴趣了 一方面这些主流的机型才是消费主力 性能再强买不起也是百大 另一方面这三张卡咱们还完全没见过呢 台式机上都没出 笔记本就先发了 这就让我非常好奇 这个4050、60还有70到底都是啥玩意儿 那么在这期视频里 我们就着重先来聊一下这次新显卡里最有看头的 中流砥柱RTX4050的表现吧 我们这次拿到了雷神911X2023这台主流价位的游戏本 它搭载的就是105W功率的4050了 具体的性能如何 一起来看看吧 今年的雷神911X有一说一 这个外观感觉还挺酷炫的 成灰配色官方称作猎影灰 A面这种雕花的艺术字还是相当帅的 这个外观设计在主流的游戏本里算是我比较喜欢的 雷神这次2023款911X的处理器 是可选从i5到i9 显卡可以选105W的4050或者4060 我们手上的这台就是13代i5加4050的版本了 搭载的是新出的i513500H 16GB的DDR4 3200内存 512GB的固态 配了一块2K165Hz的100%SRGB的屏 首发的价格是6499元 卖到这个价格的话呢 我对于4050这个卡的期许 就是它最好能够赶上3060吧 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 因为在NV的历史上 50定位的卡一直都是比较冤肿的存在 性能一直都和60定位的卡差了十万八千里 价格却便宜不了多少 我一直是不太推荐买50的 然而这次的4050 恐怕就不会再遵循这个规律了 我觉得你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它的性能吧 介绍差不多了 我们不妨还是按照国际惯例 先把这台雷神911X2023 拆开来看一看吧 这款机器用了一个双风扇 双热管的散热设计 比较特别的是它两个风扇 是放在同一侧挨在一起的 这种设计我之前在全能本上见过一些 单论散热效率的话 这个并不是最优解 但是它的优势就是 可以把热源放在远离手掌的位置 体感层面的游戏体验会比较好 拆开散热热管之后 底下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 RTX4050搭载的AD107核心了 有一说一 这个核心是真的小啊 我们量了一下 这个面积只有160平方毫米 上一代3050的GA107都有200平方毫米了 应该说台积电的5nm新工艺 在芯片密度上绝对是帮了大忙了 4050这个芝麻大点的核心里 是塞入了2560个CUDA一共20组SM 这个自然就不是AD107的完整规格 因为这次的4060用的也是AD107 虽然用着同一个核心 但是4050和4060仍然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显存 由于40系这一代是跟随A卡的脚步 走了一个重缓存 轻显存的技术路线 于是4050就史无前例的搭载了高达96位位宽的6GB显存 相比4060的128位位宽又是砍了一刀 从这个主板上也能看到本来就没几片显存 还留了个空焊位还是挺醒目的 不过砍位宽这个事咱们留个心眼可以 但也用不着反应过头了 毕竟显存位宽终究是为核心服务的 如果你这个核心本来就一小线程 车也没几辆内部交通也从来不堵的话 那你就算是外面建一个8通道的高速 也没有任何意义 反正不管位宽如何 我们就认识实际游戏性能总是不会错的 这个4050的显存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它的性能呢? 我们后面的测试里就能看到答案了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跑一下3DMark的Time Spy看看性能就好了 诶? 这个4050的表现好像还挺不错的 Time Spy的图形分默认接近8700分 大概是130W 3060的水平了 这个性能对于一张50来说确实是相当可观了 如果你对比上一代的3050呢 这4050的提升是高达62%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了 新50追上了老60 这50总算不是废物了呀 上一次50不是废物还要追溯到8系9系那个时候呢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性能还不是4050的全部 因为4050还是一张超频潜力巨大的显卡 它的默频其实给的有点保守了 跑Time Spy只有不到2600MHz的频率 这颗AD207的核心是极其节能的 就以这一点频率根本跑不到功耗墙 所以我们可以随便往上拉 甚至超到接近2900MHz都不是问题 显存也可以直接拉个1200MHz 由于这个卡的位宽很低 所以我们超显存的收益是非常大的 就这样超一下 这张4050的Time Spy就能跑到9557分了 比默认强了11% 随便干翻满血3050了这下 这还是在105W的功耗限制下跑出来的 说真的 我是好久没见过这么能超频的笔记本显卡了 之所以它的超频潜力如此之大呢 就是因为这一代的卡相比30系是节能了很多 30系卡基本上NV定多少的TGP实际功耗就是多少 因为电不够用你永远都在撞功耗墙 而这次4050我们这台的105W还不是最高的TGP NV给到的最高是140W 但甭管你限140还是105 最后都是只有95W的功耗 性能是不会有任何区别的 关于能效这一块 我们隔壁的笔八评测室也更新了40系的能效曲线 这个就很明显能看出来了 56-73的曲线真的是和之前测的80-90完全不一样 差不多90-100W就跑到头了 再往上加功耗也完全不会有性能提升 这个现象在4060和4070上甚至会更加离谱 所以这一代笔记本显卡就成了高功耗没卵用的情况了 对于那些喜欢卷释放的厂商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利好轻薄本和主打性价比的便宜游戏本了 除了Time Spy之外 我们也跑了一下4K分辨率的Time Spy Extreme 我相信应该没有几个人会拿4050这种卡去跑4K 测下来4K的表现也确实没有2K来得好 这个也是在意料之中了 毕竟像4050这么位宽小的显卡的话 对于4K的高分辨率肯定是不利的 能跑好2K其实也差不多了 跑分鬼跑分 4050实际游戏表现又如何呢? 我们赶紧进入实测环节吧 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热门竞技游戏Apex 1080P下4050即便在我们测试的负载最高的打架场景 也能有平均107帧左右接近3060的表现了 2K分辨率下差距有所拉大了 不过4050仍然可以做到全特效平均接近80帧 全程是可以保持在60帧以上的 基本上主流游戏本2K唱完Apex总算也没什么压力了 另一款竞技游戏COD的战区2 4050的表现还要更给力一点 1080P下可以打平3060 2K下4050要比3060逊色一些 但是在质量档DLSS的帮助下依然是可以跑到全特效平均75帧左右 网游里我们选取了MMO的代表FF14 这个毕竟是个老游戏压力也不算太大 帧数都跑得挺高的 4050跑1080P也是可以接近3060的水平吧 2K分辨率的表现要稍差一些 但是全程流畅运行也没什么问题 接着我们跑了原神 原神有一说意并不是一个很吃显卡的游戏 解锁帧率之后瓶颈也主要在CPU上 1080P这些显卡都不太能跑出区别来 大家都能跑到100多帧吧 2K分辨率下3050Ti终于掉队了 但一样也可以跑到84帧 而其他显卡跑2K就完全没什么压力了 仍然是存在CPU瓶颈吧 甚至我们试了一下 4050玩原神是可以跑4K分辨率的 不借助FSR也可以流畅的玩 应该说你玩原神就不用在显卡上多考虑了 随便哪个都能玩 这个游戏主要还是吃的CPU 跑完这些热门线上游戏 我们不妨再来跑几个3A看看好了 比如说新鲜出炉的哈利波特游戏 霍格沃斯之谊 尽管这个游戏本身很好玩 但是优化上实在是一言难尽 游戏的场景切换充斥着卡顿 而且学校里还跑得挺流畅的 一旦到了户外 帧数是立马暴跌了 对我测试来说更崩溃的是 同一个场景 你第一轮跑的帧数可能很高 第二轮跑就会低一大截 完全是让人吐血的优化呀 有趣的是4050在霍格沃斯中的表现似乎还是非常不错的 1080P的分辨率下 性能甚至是远超3060的 开启光追之后4050似乎性能损耗就比较大了 但仍然可以强于3060 2K的高分辨率下4050依然可以打赢3060 这个体验还是挺不错的呀 包括这个游戏也支持40系新加入的DLSS3补帧 可以进一步提高性能 不过2K分辨率下 我是不太建议这个级别的卡再开光追了 哪怕你补完帧也就40多帧 这个体验并不好 还不如拉高点帧数来的实在 另一款4050打过3060的游戏 就是同样新出的《死亡空间重置版》了 作为用寒霜引擎重新打造的经典立作 《死亡空间》的硬件要求并不算低 不过4050至少可以比较流畅地在1080P下运行游戏的 全特效加上DLSS的质量档平均75帧 略强于3060 但如果我们把分辨率拉到2K之后 4050就不太行了 性能被3060反超的同时 游戏也只有50帧出头了 要想流畅玩的话可能得开到性能档的DLSS了 接着我们跑了一下二灯法环 似乎1080P下老头环仍然是以CPU瓶颈为主的 显卡都不太能跑满 这里帧数的差距主要体现了12代和13代的差别 到了2K下显卡的性能就比较能拉开了 那么4050差不多略逊于3060 2K全特效接近60帧 想要全程流畅的话还是降到高特效比较好 再来玩一下著名的显卡杀手 赛博朋克2077 这里面4050的表现似乎是要逊于3060一些的 尤其是在2K分辨率下 质量档DLSS如果不开补帧的话 就只有平均50帧左右了 想要比较舒服的玩2077 最好是不开光追开补帧玩 接下来的这个游戏表现是非常诡异的 极限金速地平线5 似乎只有8G显存的机器才能比较流畅的以全特效玩地平线5 但凡6G的机器帧数都直接腰斩了 不管是1080P还是2K都没办法好好玩 就只能降低特效了 感觉挺可惜的呀 明明核心性能是完全够用的 就只是因为暴显存了 再强的性能也发挥不出来了 不过这种只能算是一个个例吧 我们继续测了大表格2 4050的性能又回到之前的情况了 就是接近3060的水平 4050基本上可以带动2K60帧的大表格2 全特效加质量档的DLSS 但是和之前一样 这张卡在2K下的表现是不如1080P的 接下来我们测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游戏 生化危机8 之所以说特别呢 是因为生化危机8是有Mac版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对比40系显卡和Mac的性能 这次我也拿了一台16寸的MacBook Pro跑了一下 似乎4050的性能和M2 Max的GPU是非常接近的 2K分辨率下这两者跑下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性能水平 所以换一句话说 苹果现在最强的笔记本GPU拿来打游戏的话 其实也就4050的水平吧 没多强吧 但是功耗上苹果还是低不少 跑生化危机8的时候 4050的整卡是100W 而M2 Max整个封装加起来也不过是45W 这论环保还是得看你库克书 好了 最后一个游戏我们来跑一下巫师3吧 和之前类似4050在巫师3里面也是略逊于3060的水平 不过这个游戏同样也支持DLSS3补帧 可能因为优化太烂的关系 开了光追之后原始帧数实在太低了 以至于光追之后补帧几乎失效的 实际玩的时候可能2K不开光追只开补帧会比较合理 综合看下来在1080P的分辨率下 4050的游戏性能相比3050Ti强了62% 比起3060弱1% 基本上是很接近3060的水平了 而在2K分辨率下 4050领先3050Ti达到了77% 但是落后3060大约5% 应该说96位位宽的显存确实对于高分辨率性能是有影响的 4050在更高分辨率下的表现比低分辨率更差 1080P肯定是最适合这张卡的 不过落实到实际游戏性能上 2K接近3060已经挺好的了 如果你愿意超个屏的话 它是可以打赢满血3060的 与此同时游戏的功耗你们看录屏应该也看到了 这个4050相比3060能效的优势还是挺大的 不需要太好的模具也能压得住 落实到机器上就是这个成本可以做得更低 利好性价比机型 这次的50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 最后我们也简单测了一些专业应用 像是Blender的3D渲染 4050似乎表现还可以 渲染速度优于3060 不过另一个渲染器OC里面就反过来了 3060会略强于4050 做渲染的话这两者基本上是半斤八两的水平吧 我还设了一下Novo AI的画图 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规项目了 看起来这种6G显存的卡跑AI画图还是比较吃力的 画720P可能还行 但我们跑的是1080P 就必须得换上大内存共享显存才勉强跑得下来了 要不然就直接出不了图了 跑AI的话 8G显存的4060会远远强出一大截 好了 我们今天好好测了一下这台雷神的911X2023款 不得不说 这次的4050性能还是比较让我满意的 算得上是几张40系的新卡里面提升最大最给力的存在了 如果你正在想着游戏本换代的话 4050的新机里面像是今天测的雷神911X之类的都是可以考虑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不妨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极客1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极客1的店看看我们的各种周边 比如我们的各种T恤啊手标链之类的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